今天来过达达马沙拉这边的NSK逛一下 有很长时间都没有来过NSK了 有一年多了吧差不多 今天再去看一下吧 回到家了 这是我今天买的东西 不太多 本来我想拍一些超市里边的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什么的那种 但是我看到有静止拍摄的那种标志 所以我就没有拍 然后就通过我买的这些东西 大概了解一下价格吧 很久没去逛了 买的这个菠菜 这一把是四块钱 菠菜好像一般都是比较贵一些的 但我比较喜欢这个菠菜 它比较小比较短 我不喜欢那种太长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中国来的油卖菜 这个也是四块钱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白家粉丝 这个综合包装的各种口味的 有时候出门回到家很饿急 比较急的话煮一下 然后里边放点菜挺方便的 这个好像是 9块9毛9吧 10块钱的样子 这个 然后这个牛奶 比一般的超市便宜一点 好像是16块多 然后 这个 方便面是 13块多吧 这个是黄色的奇异果 有5粒 这个是15块 9毛9 这边是一些中国的调味料 这个是酸菜鱼 也是白家的 我还没有 之前没有吃过这个白家的 想试一下 这个好像是5块多 然后 这个是 子安粉 准备 烤羊肉啊什么的时候用一点 这个子安粉 这个好像是4块钱 然后这个是 老干妈的豆豉 就是万用的 烤肉什么的放一点 就是可以吃那种豆豉口味的 然后平时调面呀 调粉呀什么的 拌凉菜都挺方便的 这个好像是5块多吧 可能差不多5块9毛9 还是6块钱这样子 这个水果 葡萄 这个是14块9毛9 一公斤 这么多 9块钱 这两包是买的鱼和虾 这个是一些调料 葱和香菜 我觉得葱和香菜那边卖的价钱特别合适 这个香菜2块钱 这么大一把 就是马来西亚这边的香菜普遍都比较大颗一点 是这种的 然后这个是葱 这样子一把 这个是2块钱 这里是我买的一些虾 今天买的这个虾比较新鲜 我买的是48块8一公斤的 买了25块钱的 然后这边是一条鲁鱼 我买的这个 这个鲁鱼是7块9 7块9一公斤 然后买了一条 5块钱 这个鱼它是帮你删好 帮你切好的 就是回来洗一下 腌一下 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今天晚上打算做一个 酸菜鱼来吃 刚才配着那个 刚才的那个酸菜鱼料 好了 我现在要去做晚饭了 快手酸菜鱼做好了 今天吃了鱼以后 这个汤还可以煮面 煮粉 或者是煮一些自己喜欢的菜呀 豆腐啊 蘑芋啊什么的 也挺好吃的